此次还我写 今朝 我们私奔吧 你是何远 我是小桓啊 你居然对我下药 老大 对不起 但我的确是小桓 只不过 我是三年后的小桓 那你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肯定无法相信 但没关系 时间会慢慢验证这一切 三年后 我因为身受重伤 无法承担与其的共鸣 不能和他一起共同对付 朱鱼 完成使命 因此 我才从雾魂穿越过来 要去龙潭交换出一个新的生命 将他留在这个时空 代替我与这个时空的七共鸣 重新开启击杀朱鱼的任务 我已将其的记忆模具 准备将他送到人间 让他从屋檐村醒来 和他一起醒来的 还有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那你呢 他就是我将要从龙潭 交换出来的人 他就 岳金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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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其的共鸣 会远超永儿 他们会到人间游历三年 直到 拥有击杀猪鱼的那里 我不行 我原本也不相信 三年前 老大告诉我 岂被偷走 会有一个叫岳金昭的人 代替我陪在齐的身边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直到我去了无颜村 亲眼见到了你 老大 我急着找齐呢 别跟我开玩笑了 是啊 老大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呢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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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呢 我会不会是看错了呢 我会不会是看错了呢 先将二人带回去 情况检查 我们发现你确实能跟其共鸣 而且 共鸣还超过了我 所以老大就做了一个决定 由你代替我 与其共鸣 完成使命 我们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助语 他同意将你们两个人送回人间 生活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把你们带回了屋檐村 由环 负责暗地保护你们 以及陪着你们历练 而我在三年后 也就是现在果然受了重手 那个人和老大说的话 如今都一一验证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 现在我明白了 原来我和齐都是因背负着的众人才存在 齐在附近堂西施启元朱 那是个意外 总坛那次是我所为 与老三无关 你们处心积虑设计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我和今朝 去杀助语 如果事情不是到达无可收拾的地步 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目前 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实话 这说明是助语 在擅自催熟和西施取缘中 说明助语的神职 已经完全失控了 金正 别独自一个人带着 我会担心你的 请 说实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就这么面对 如果横道中我说的是 只要我们的共鸣还在 我就是操控你事物的指尖 就算我是一把杀气 那能操控你 拥有我的 只能是你 我虽然讨厌被当成是一把杀气 但我愿意让你做我唯一的持剑人 走不出回忆 思念的爱 而你却不再开始 我不想让你承担这样的命运 准处 准备 渐行渐运 陌生的嘴巴 不 Medicine 时间为我停留 才分别入口 完成一次月 这次还我心 今朝 我们私奔吧 回头